神的话语,书的形状二十八章,一到十节,书的形状二十八章,一到十节,我们来一一教读。 我们既已得救,才知道那岛名叫马尔他。 土人看待我们就非常的勤奋,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,就生活接待我们众人。 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,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住了他的手。 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,就彼此说,这人必是个凶手,虽然从海里救上来,天里还不容他活着。 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,并没有受伤。 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,或是忽然扑倒死了,看了多时见他无害,就转念说,他是个神。 离那地方不远,有田产是岛长布柏流的,他接纳我们尽情款待三日。 当时,布柏流的父亲患热病和立即躺着,保罗进去为他祷告,按手在他身上,治好了他。 从此,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。 他们又多方地尊敬我们,到了开船的时候,也把我们所需要的送到船上。 阿门。 首先跟大家分享祷告题目。 每周周五,现在这个时间不叫做周五传道学,我们叫做周五祷告会。 跟我们的人们一起,所有的人持定话语,能够一起去祷告,然后成为蒙神恩典的时间。 我们想要这样去对周五的时间做进化。 今天第一个祷告题目就是,我们刚才长老会也出来了,为我们做特别赞美。 他们真的,愿他们在现场能够成为属灵的司令官,为了传道,墓会,成为珍贵的门徒,在现场当中被树立起来。 带着福音的真作功,恢复福音,传达福音,向后代传达福音。 愿他们能够蒙到这样的绝对门徒,恢复福音,我们要恢复这个福音,又要把这个福音传达给后代,愿我们的长老能够在这个世纪上珍贵的被神所使用。 所以希望大家为长老们做这样的祷告。 第二个,为我们教会祷告的部分,二三七国家,五千种族,愿我们能够救活,蒙到三个院子的应允。 并且在周末三日休日时代,正确地能够去救活后代,愿我们教会蒙到这样的祝福,希望大家为教会去祷告。 第三个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训练。 今天,明天,有我们教会附属的幼儿园,有毕业的这些幼儿园学生在幼儿园里面进行集中训练。 总共有28名人们进行集中训练,希望大家为他们祷告。 然后,而且今天还有一个训练就是大庆地区大学先教局大庆支部,我们大学生所属的这个区域就是大庆支部,2月5日到7日要进行的这个大学先教局的训练。 然后,下个礼拜呢,还有这样的训练是什么呢? 以医疗专业人士与法律界专业人士进行的修炼会,每一年都会有这样的修炼会。 今年是2月9日,10日,以医疗法证界专业人员为中心进行的修炼会。 法律界人士,还有医疗界的人士,他们聚在一起,一起去受训练。 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修炼会。 而且9月9日,10日,也就是下一个星期,有这个同时进行的另外一个训练,就是多民族集中训练。 2月9日,10日,一起要去进行的多民族集中训练,希望大家为这些重要的训练去做祷告。 第四点,就是我们接下来的每周周五祷告会的时间,要具体的为我们教会的教会当中,在困难当中,这样的圣徒,我们要具体的把这些祷告题目整理出来之后呢,为这些圣徒一个一个的去做祷告。 就是各位圣徒,就是把你们所在的这个地区啊,把你们的这个祷告题目一个个的整理之后呢,上交给你们区域的管理的牧师啊,或者指导者,然后我们一起来去祷告。 有在专业的领域当中,就是学习啊,或者说我们的工作岗位啊,或者说事业啊,或者说传到现场,这些部分把你们的具体的祷告内容可以上传之后呢,我们一起去祷告。 我们想要有这样的一个计划,通过这个时间呢,具体的为我们教会的各个部门啊,或者说某个地区的这些圣徒能够一起祷告。 希望大家把这些祷告题目也一起整理之后呢,然后我们具体的做这样的祷告,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进行,今天晚上的题目呢, 医治世界的真传道者。 十路寻传二十八章 因着保罗在这个现场兴起的医治,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本文。 首先,有的人可能看过新闻,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消息。 一月三十日,朝鲜日报的时候,有这样的一个内容。 就是说,现在的青少年,十多岁的孩子,青少年这些孩子们,已经精神荒废。 这个题目要做什么呢? 十岁青少年,精神荒废。 以这样的一个标题,有这样的新闻内容。 就是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联系孩子,心里面就是带着这样的伤痛, 是在这样的精神问题状态当中生活,拿着2015年到现在, 就是说过了五年的时间, 就是各个地区的精神病医院呢, 拿着这个去做分析的时候, 发现14%的就是十多岁的孩子, 就是从2015年到现在,也就是七八年的时间里面, 却有这么多的孩子。 就是之前是14%, 到现在的去年的这个统筹的概率是什么呢? 百分之23,24%, 就是说几年的时间里面, 十多岁的孩子精神问题的增长概率超过了差不多10%的程度。 说的是什么意思呢? 就是现在越来越快的, 就是我们的子女啊, 青少年他们实际上有很多这样的精神问题, 大部分都是在精神问题当中的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抑郁症, 因为抑郁症, 所以他们就会有攻击性或者冲动性, 然后有的人是自残, 或者说陷入某种就是上瘾的中毒里面, 或者有这样, 这样的部分呢, 越来越的让我们看到年龄层的降低, 实际上就是什么呢? 通过这个统筹有三十几个部分说什么呢? 就是越来越多的后代陷入这样的问题当中, 真的让人觉得特遗憾, 这是我们现场当中的一个样子, 我的孩子没有关系, 不是这样的, 所以我们真的应该要会后代去祷告, 我们的后代在福音当中从小就能够去准备, 我们也要去为此做珍贵的祷告, 耶稣也亲自讲, 在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, 我们来找一下话语,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圣经话语, 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, 耶稣亲自讲的话语, 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, 找到时候我们一起来诵读, 耶稣走遍加利利, 在歌会堂里教训人, 传天国的福音, 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, 哈利路亚,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二十四节, 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利亚, 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, 就是害各样疾病, 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, 瘫痪的都带来了, 耶稣就治好了他们, 耶稣四处游走, 去医治他们传福音, 我们的耶稣, 让门徒去现场的时候, 马太福音十章八节, 我们来看一下, 派十二个门徒去现场的时候, 讲的话语, 我们来看一下七节八节, 随走随传, 说天国尽了, 医治病人将死人复活, 将长大麻疯的捷径, 把鬼赶出去, 你们白白的得来, 也要白白的舍去, 耶稣把这些所有的软弱的疾病的人医治了, 而且蒙受耶稣命令的这些门徒, 两个人成为一族, 去到现场的时候, 门徒也是一样, 神给了他们约定, 约定是什么呢? 去做医治, 路加福音十章九节, 我们来看一下, 把七十人派到现场, 路加福音十章九节, 马太福音十章是讲的十二个使徒的话语, 路加福音十章九节讲的是七十人门徒, 让他们去到现场的时候讲的话语, 我们看一下十章九节, 我们一起来诵读, 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, 对他们说, 神的国临近你们了, 拆遣去使人的时候也是一样, 告诉他们要去医治这些疾病的人, 告诉现场的人说, 神的国尽了, 耶稣亲自也医治了所有疾病的人, 耶稣拿着话语蒙受耶稣话语训练的这些门徒, 耶稣让他们去向的时候, 同样给他们约定什么, 让他们去做医治, 那么如此看来的话, 我和各位在这个时代, 我们就可以医治这疾病的时代, 无论是谁都可以做, 如果是神的儿女, 不是说有特别能力的人才能够去做, 甭得救的属神的儿女, 在这个时代, 就像当时门徒受训练, 能够去做医治一样, 那么今天的我们呢, 有同样的恩典, 我们是确信的, 正因如此, 我们现在要知道, 现在是疾病时代, 精神性方面的越来越严重, 而且还有属灵的问题, 疾病, 人们没有办法讲您的属灵的疾病越来越多, 精神的问题, 属灵的疾病, 然后还有肉身各样的疾病, 当然就会有这样的问题, 我们现在是在这样的时代当中, 正因如此呢, 保罗在重要的现场事工当中, 他看到的就是做医治, 就像刚才我们读的使徒寻传28章, 还有使徒寻传13章, 16章, 19章, 8到20节里面, 结果说的是什么呢? 保罗最主要的事工现场, 就是在医治的现场当中, 如此看来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, 我们作为医治世界的真传道者, 所以我们要对于这一点确信, 无论是谁如果是得救的, 无论是谁都可以去做, 不是什么特别的, 无论是谁如果得救的话, 就有神赐给我们的这个祝福, 就是医治这疾病的时代, 首先我们在本节当中要分享三个部分, 第一个就是唯有圣徒才能够去做的医治。 接下来的每周周五的祷告会的时候, 我会跟大家不断地分享内容, 也会跟大家讲医治的这些话语呢, 然后一起拿着祷告题目去祷告集中, 拿着祷告题目集中之后, 祷告在周五祷告会的这个时间, 我们自己首先得医治, 迎着我们得医治的程度, 我们的家庭, 我们的后代也一定会得医治, 我是确信的, 所以真的愿意能够成为得医治的时间, 第一点就是唯有圣徒能够做的医治, 第二个是什么呢, 通过鼠林战争去做的医治, 通过鼠林征战去做的医治, 第三个, 真传道者在现场当中要去享受的医治, 我们要以这三个部分跟大家分享话语, 首先第一点, 我有圣徒能够做的医治是什么意思呢, 医治, 我有神能够去做医治, 医治, 拥有基督权柄的人, 他才可以去做医治, 那么医治中的医治是什么呢, 医治中的医治是什么呢, 让他得救这是最重要的医治, 每一个人让他们知道基督通过他接待能够得救, 这是医治当中最重要的部分, 那么我已经接待基督了得救的话, 那么我就是因着基督已经得医治的人, 那么我就可以去做医治, 正义如此, 医治之中的医治就是什么呢, 救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, 在这里面重要的首先是什么呢, 恢复神的形象, 这是最珍贵的医治, 我有人跟所有的被造物, 其他的动物是不一样的, 就是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, 按照神的形象创造了我们, 按照神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呢, 在创世纪二章七节, 对他的鼻子吹了一口声气, 他就成为了有灵的活人, 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, 按照神的形象创造了我们, 恢复这一点就是医治中的医治, 结果恢复神的形象, 这个医治是在基督里面, 将我成就的, 各位一定要知道这一事实,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, 因为丢失了神的形象, 所以来的结果就是什么呢, 我们非常清楚, 在撒旦所造的陷阱, 网罗框架当中过人生, 结果在撒旦所造的陷阱框架网罗, 这就是自我世上成功中心过人生, 但是拿着自我世上成功中心过人生, 越这样的话会怎么样呢, 当然你在这样的生活当中, 可能会想到胜上的一些成就, 但是在这样的生活里面, 你不得不面临很多的伤痕, 不得不面临很多的问题, 特别是以自我中心, 世上中心成功中心为一切目的过人生的时候, 所以怎么样呢, 不得不面临人会面临的属灵问题, 然后就只能有精神问题了, 框架是什么呢, 就是陷入迷信占卜树偶像当中, 这是撒旦所造的框架, 活在这样的人生当中, 所以呢, 就只能面临很多奇怪的问题, 还有撒旦所造的网罗, 这是什么呢, 六个部分, 这各位要明白哈, 这六个部分讲的是什么呢, 不知不觉凶恶的撒旦, 就掌控着我们的人生, 所以去败鬼陷入偶像问题当中, 这是出埃及记二十章三到五节的话语, 凶恶的撒旦掌控着我们的人生, 真是如此, 所以我们就败鬼, 败偶像, 只能这样, 为什么败偶像啊, 因为撒旦掌控着人生啊, 这个结果是什么呢,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, 就是劳苦丹重担, 结果呢, 精神上有各样的痛苦, 在这里面来的结果是什么呢, 十竹行传八章四到八节,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是什么呢, 肉身的疾苦, 当然就会面临了, 还有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, 没有办法躲避永远的死亡, 分明是这样的, 人人丢于死, 死后有死判, 无论是谁都没有办法躲避这个命运, 正经如此, 我们可以看看不仅如此啊, 后代也是, 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十八节, 也只能把这个属灵的遗产留给后代, 这是人生啊, 恢复神的形象, 神已经赐给我们这样珍贵的祝福, 丢失了神的这个形象, 所以怎么样在撒旦的陷阱往罗框架当中生活, 在这里面呢, 只能有精神问题, 属灵疾病, 肉身的问题, 只能是这样了, 某一方面来说, 所有医治的开始应该是什么呢, 医治的结论是什么呢, 就是在这里面找到, 那么真的医治的开始是什么, 罗马书五章十二节的话语, 罪因为一个人进到这个世界, 因为这个罪世界就有了死亡, 这个不是单纯的说的死亡, 这个死而已, 而是说一切与神断绝了, 结果人就只能在属灵的死亡状态当中, 所以当然就只能有问题啊, 但是呢, 罗马书五章十二节, 罪是从一个人进入了世界, 死又是从罪来的, 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答案, 就是基督来了, 这位基督, 来了三个职份而来, 为了恢复丢失的神的形象, 他以真先知而来, 打开了与神见面的道路, 以真祭司长而来, 我们因为罪诅灾殃面临的这些问题, 全部得到解决, 以争亡而来, 现在也让我们人生灭亡的那个撒旦的头, 被争亡打破了, 这基督来了, 所有把我们一切的这些问题解决了, 恢复神的形象, 正因如此, 我们蒙到了应允是什么呢? 通过这位基督, 在我们里面我们去接待的时候, 把基督作为主人的时候, 这个时候所有的一切, 就是一致的开始了, 接待基督的那一瞬间, 我里面, 我们不知不觉, 我们所有的一致就已然开始, 所以耶稣基督, 你们说把它侍奉在你们心里面, 你接待了, 那么一致就已经开始了, 不仅如此, 我们医治已经开始了, 随着时间流转, 我们更加医治, 是什么呢? 就是基督的权柄进入到我里面, 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, 赐给你们践踏蛇鱼蝎子的权柄, 让你们有胜过仇敌的恩典, 接待基督的那一瞬间, 所有的医治就开始了, 已经在我们里面有了基督的权柄了, 我不使用而已, 基督的权柄已经赐给了各位, 不仅如此啊, 基督的权柄在我里面, 正因如此, 我所有的脚步, 就会兴起圣灵的做工, 圣灵的做工, 正因如此, 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, 因着神的圣灵赶鬼的时候, 神的国就领到了, 领着神圣灵的力量, 当你们接待基督的那一瞬间, 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主人的时候, 所有的一切就医治开始, 基督的权柄享受就行了, 因着这位基督, 我里面, 因着这位耶稣基督进到我们里面, 所以圣灵就会去做工, 正因如此, 任何一切都能够蒙医治, 所以我, 唯有我们能做的医治是什么呢? 就是救恩的做工, 因着接待耶稣基督, 相信耶稣基督兴起的这个救恩, 这个医治开始, 在我们所有的相关的现场, 神愿通过这个部分, 在我们的现场显出神, 与我们同在的祝福, 显出神的权柄救恩, 所以我们真的拿着基督这个名字, 祷告就可以, 不是别的, 是拿着耶稣基督的名字, 去祷告的时候, 通过这个基督, 在我们里面就已经一直开始了, 正因如此, 我们享受基督的权柄, 拎着圣灵做工, 所以不知不觉, 我们很多的部分, 就因着圣灵得到医治, 这祝福的应允, 唯有我们才能够去做, 得救的人, 拥有基督权柄的那个人, 他才能够去做这样的医治, 第二点, 医治当中有的医治是, 唯有通过属灵征战, 才能够去做的医治, 你们听过这个单词吗, 就是这些巫术人去赶鬼呀, 然后那个天主教的神父去赶鬼, 这样的一个意思, 你们听过这个单词没有, 当然, 我们可以赶鬼, 重要的是什么呢, 在马太福音12章43到45节, 就像你再怎么赶鬼, 如果说不正确地做属灵征战的话, 反而会有更加恶的鬼, 进来掌控这个人的人生, 马太福音12章43到45节, 大家非常清楚, 对不对, 一个鬼出去了, 然后再次进来的时候, 发现他的心里面打扫干净了, 所以就带了七个恶鬼进来, 然后所以说这个人的状况比以前更加严重了, 驱鬼并不是重要的, 很多的这些宗教也是做驱鬼运动, 但是驱鬼并不是重要的, 正确的正常的意志什么呢, 持续的通过话语, 蒙恩典, 这个时候所有的意志就能够形成, 正常的意志是什么呢, 在神的关系当中, 持续听话语, 蒙恩典, 每当这个时候就会发现, 这是神的话语, 每次领悟的这个瞬间, 不知不觉悟里面这些疾病的部分就会蒙到医治, 所以重要的就是持续, 与神的关系, 不是说某一瞬间去驱鬼, 这个才是重要的, 而是知道很多的人呢, 他们以为赶鬼了, 因为被鬼折磨嘛, 驱鬼了之后, 他们就哇很感动啊, 这样的人就会跟着过来, 其实不是这样的, 持续的话语进到里面, 因为话有了恩典, 正确与神的关系建立的时候, 得医治, 只有这样的医治, 才是正常的医治, 所以各位不要想着, 把头伸到哪里, 让别人去按手去做医治, 有的人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有正确的信仰生活, 其实他的意图很好, 对吧, 为了让他孩子能够有正确的信仰生活, 所以去让别人给孩子祷告, 但是孩子去别人地方, 被别人按手祷告, 却有了问题, 现在孩子已经长大了, 但是却因为这个问题, 正常生活都没有办法进行, 就是没有办法跟父母分开, 这样的一个状态, 为了让孩子能够有正确的信仰生活, 当然我们能够理解他的想法, 因为他在非常艰难的, 逼迫的环境当中有了信仰, 所以就希望他自己的子女能够有正确的信仰生活, 小的时候就把孩子带到某个人面前, 让那个孩子去祷告, 但是结果有其他的灵进入到这孩子里面了, 所以我们真的应该要小心, 有什么能力显出来, 有什么奇迹显出来, 其实这个并不重要, 在与神的关系当中, 可能是显不出来的, 但是呢, 你这话一个一个有恩典的时候, 不知不觉在我们里面的医治, 疾病也好, 属灵问题也好, 问题也好, 有什么能够医治我是确信的, 话语进去, 话语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根的时候, 这个时候兴起的就是医治了, 我很久以前跟大家讲过, 有一个人他有太多的伤痕, 他真的没有办法跟别人言语的程度有各样的伤痕, 因为这样的原因, 所以他来教会了, 来到教会之后呢, 在话语运动当中一起被引导, 他说无法原谅跟他一样有这个伤痕的人, 虽然听话语, 但是却不能够饶恕别人, 就是说这个人心里面有如此深的伤痕, 不管怎么样, 非常感谢就是他还是因为太渴慕了, 想要活嘛, 所以就还是在话语的位置上蒙受话语, 虽然没有办法饶恕别人, 他想反正我得活下来嘛, 所以我太渴慕了, 然后就还是领受话语, 但是某一天他有这样的告白, 他说给他伤痕的那个人, 他就发现这个人太可怜了, 就是正确地打开了属性的眼目, 所以他告白说, 我相信我的耶和华神是怜悯我的, 祂是欣然爱我, 因为我, 祂告白就是西班牙书, 二章七集的这个话语, 他拿了这个去告白, 因为神真的爱我, 神是如此的默然爱我, 然后所以说, 给他伤痕的这个人, 他反而能够理解他, 看他可怜了, 好像是没有证据, 马上没有证据, 需要很长的时间, 但是呢, 因为话语不断地进去, 所以在与神的关系当中, 因为神赐给恩典, 所以反而, 本来无法饶恕给自己伤痕的这个人, 但是可以去原谅他, 反而看他可怜, 又为这个人去做祷告, 这是非常重要的, 在神的关系当中, 持续蒙这个话语, 愿各位能够在这样的恩典当中, 常常这样享受这个恩典, 你们的问题不要想着自己去解决, 也不要想着要去蒙什么医治, 因为想要蒙医治这个心, 我们就会很着急啊, 医治谁做呀, 神做才行啊, 真是如此, 如果你们有问题, 你们不要想着去解决这个问题, 拿着这个问题来到神的面前就行, 即使没有办法听尽话语, 但是还是愿你们能够在听话语的这个位置上, 某一天不知不觉, 话语在我们里面刻意, 你们有即便的这个部分, 就兴起了得医治的祝福, 应允做工, 在神的关系当中, 持续的与神的关系当中, 蒙受话语的时候, 不知不觉, 以前我没有办法领悟的这些部分, 但是因为这个恩典领导我在这里面, 我们就能够领悟, 能够看到一切正义如此, 这个时候领导的是什么呢? 通过属灵征战, 要去享受的医治是什么呢? 与我自身的征战, 与我自身的征战, 很多的人在伤痕, 受伤的心灵, 或者说某些错误的习惯, 这些习惯不是某一天就有了, 长久以来不知不觉, 我里面的这些形成的习惯, 但是呢, 蒙受恩典的时候不知道, 而且平时也不知道, 但是有一天, 突然碰到这一点的时候, 这些部分潜在在这里面的时候, 通过这个问题, 然后个个又捆在一起, 连着的时候就显出来, 就如同癌症一样啊, 就如同癌一样的这些存在, 拿着我的力量没有办法胜过, 你们想说啊消除伤痕, 消除伤痕, 越想消除这个伤痕, 更加让我们想起这些伤痕, 难道不是吗? 越想要去解决, 反而我们这些受伤的心灵更加受伤, 因为我们的力量不行啊, 这些错误的习惯也是一样, 你们即使再怎么想要拿着自己的力量去改掉这个错误的习惯, 我们的力量是不行的, 改不掉是绝对不可能的, 这在我们里面深深的潜在这里面, 因为某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有个事件爆发, 然后跟别的东西连在一起就突然间爆发出来, 这就是与我自身的争战, 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, 我拿着我的力量没有办法做, 我的力量无法形成, 真也如此, 我们持定神赐的这话语, 在这个祷告当中要蒙到恩典才行, 绝对拿我的力量是没有办法解决了, 我们的伤痕, 我们不想想起来, 能够不想起来吗, 是吧? 受伤的这些心灵, 因为人们受的这些伤痕呢, 我们有这样的伤害或者这样的部分, 你们想让自己去医治, 没有这些部分不行的, 知道吗? 所以你们在话语当中如果得恩典的话, 神会在你们里面, 不仅医治你们这些伤痕, 而且神会消灭这些伤痕, 让他不再显出来, 神会消除这些, 消灭这些伤痕, 神去做才行, 知道吗? 第二点, 与世界的争战, 与世界的争战, 其实某一方面来说, 很多的人在这样的部分容易倒塌, 重要的就是什么呢? 更加结果性的, 其实因为自己的这些伤痕倒塌了, 显出来的这个问题是, 与世上的这些征战倒塌, 与世上的征战当中, 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呢? 路加福音15章17章, 好像是这个话语, 就是什么呢? 我们很容易不知不觉, 就会陷入这个诱惑, 迷惑当中, 只有神的果灵道我里面的时候, 我们才能够胜过世上的诱惑跟迷惑, 拿着神的果灵道的时候, 我们才能够胜过世上的诱惑跟迷惑, 我们里面有因为世上的这些, 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最会有这样的问题疾病, 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5章, 读教福音5章14节, 约翰福音5章14节, 门徒们都等在壁士大池边, 首先来的人就能够门一致, 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呢, 有一个人他是38年病了这样的长时间躺在那里, 然后耶稣去问这个病人说, 你想要得医治吗? 然后他说什么呢? 他说我是躺着的这样的病人, 没有谁把我先放进去, 所以我没有办法得医治, 定如此, 耶稣对这个有了38年疾病的人说什么呢? 你拿起你的褥子走吧, 这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对他做了医治, 因为安息日耶稣做医治, 这些周围边不管怎么样想要设法, 就是犹太人指导者他们想要把耶稣绊倒嘛, 所以就是想在安息日医治病人, 这是说不过去的呀, 所以他们又把耶稣又在那个病人面前说什么呢? 14节, 5章14节我们来读一下, 后来耶稣在店里遇见他, 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, 不要再犯罪,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, 有的疾病是因为罪来的疾病, 告诉他不要再犯罪了, 我们在这世上过人生不知不觉, 就会面临很多罪的诱惑, 因为这个罪有的时候我们会有疾病, 瞬间瞬间我们因为罪可能受迷惑, 跌倒, 但是要知道的是我们在神面前悔改就行,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的话语, 我们在神面前告白的时候, 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, 他就会赦免我们的罪, 我们拿着我们的罪在神面前去悔改的时候, 神就会解禁我们, 赦免我们, 正因如此, 不知不觉我们因为世上的迷惑, 诱惑就会被跌倒, 但是只有神的果临到我们里面的时候, 我们就会蒙医治, 只有神的果临到我们里面的时候, 圣丧位置的神做功, 就有天君天使动员, 我们的力量没有办法去在处适的征战当中胜利, 但是因为这一切动员, 所以就能够在处适的征战当中去胜利, 神的果, 基督, 神的果不是在这里那里, 不是眼睛看见的, 是在你们里面, 在你们里面的神的果, 当我们里面临到神的果的时候, 这个时候兴起的就是圣丧位置神的做功, 天君天使被动员, 没有办法不得不跟随世上的这些诱惑迷惑, 我们就会从这里面脱离出来, 回到我们该代的位置上, 要胜过世上的迷惑跟诱惑, 我们里面首先要有神的果才行, 第三点是与撒旦的征战, 与撒旦的征战, 撒旦总是想要诱惑我们, 拿着这个谎言骗术, 所以说他是欺谎之人的父, 拿着这个骗术来骗我们,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, 凶恶的撒旦对告白, 你是基督永生生儿子的彼得, 跟他讲, 在马达福音16章21节后面的部分讲, 耶稣说自己要受十字架的苦难, 当时彼得听了这样的, 本周讲的话语要跟他要去讲这个部分的, 这个时候, 彼得跟着耶稣做了重要的告白, 因为他里面有隐藏的动机, 所以说什么呢, 主啊你千万不能这样啊, 绝对主不可能死的, 主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, 当时耶稣说什么呢, 对彼得说, 撒旦你退去吧, 马达福音16章后面的部分, 21,23节好像, 说撒旦你退去吧, 你不想, 你不想神的事只体贴人的意思, 凶恶的撒旦就是这样来攻击了彼得, 约翰福音13章里面好像有这样的内容, 撒旦把卖耶稣的想法中到了家里人的犹大爱的心里, 这凶恶的撒旦把卖耶稣的这个想法, 把卖耶稣, 约翰福音13章2节有这样的内容, 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了家里人犹大的心里面, 还路加福音21章里面, 彼得在耶稣死的这个部分说, 他否认了认识耶稣, 耶稣已经对彼得预言了, 你提交三次之前会否认我, 因为撒旦的作为, 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否认主耶稣, 而且实际上保罗呢, 在肉身的疾苦当中, 在哥林多后书12章里面, 他说这是撒旦给的次, 所以我们真的要跟大家分享, 这个圣经句子说的什么意思呢, 我们看一下先圣经话语, 马太福音16章23节, 约翰福音13章27节, 路加福音22章31到33节, 和林多后书12章7节, 这些话语我们去看的时候发现什么呢, 讲的全部都是关于撒旦的内容, 撒旦是怎么样呢, 通过骗术欺骗人, 话语里面讲的是这样的意思, 让人害怕否认, 就是这样欺骗, 与撒旦的争战当中, 怎么样能够越过去呢, 我们可以看一下天撒旦的前书五章16到18节, 常常喜乐, 不住祷告, 凡事谢恩, 这是在与撒旦的争战当中, 能够超越的奥秘, 通过属灵的争战要去蒙医治, 首先第一个就是自我的争战, 我里面无数的这些感情, 隐藏的这些伤痕错误的习惯, 我们要蒙医治, 通过属灵的征战, 与世上的征战, 世上的一切不断地迷惑我们, 诱惑我们, 当我们里面临到神的国的时候, 圣上问题的神做工兴起的时候, 我们在圣上征战当中能够胜利, 希望撒旦虽然眼睛看不见, 但是分明拿着骗术, 不断地攻击着我们, 正因如此, 所以我们要常常喜乐, 不住祷告, 凡事谢恩, 因为找到这一理由, 所以我们在圣上的主灵征战当中能够去胜利, 这是通过属灵征战能够蒙到的医治, 第三点, 真传道者在现场当中要享受的医治, 今天本文话语讲的是保罗的现场享受的医治,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一到十, 十多巡众二十八章一到十节, 二十七节, 十多巡众二十七节, 有拉格罗的这个风浪, 因为这个风浪之后, 保罗到达了这个岛上, 到达这个岛之后呢, 因为身体太寒冷, 所以他们点火, 今天我们读的本文内容, 在马太岛上, 然后他点火, 扔了一捆柴的时候, 有一条毒蛇咬了他, 咬了他之后呢, 当时别人的反应是什么呢, 这些人的反应是什么呢, 啊, 这个人是被诅咒的呀, 你看有毒蛇咬他, 根本都甩不下来, 这个人完蛋了, 因为他是杀人犯, 他是被诅咒的呀, 所以他会死掉的, 圣经里面说了吗, 说保罗是个凶手, 今天圣经话语, 但是保罗把这个毒蛇甩了出去, 他们觉得保罗肯定会死了, 但是呢, 却还是没有死, 然后他们又说什么呢, 啊, 这个人是个神呢, 属灵无知当中来的是, 在拜偶像属灵无知当中, 保罗看到了这样的现场, 所以实际这个毒蛇, 没有办法把保罗怎么样, 之后呢, 这个地方呢, 有一个导长叫布柏刘, 这个布柏刘的父亲得了热病和痢疾, 然后呢, 保罗去对他做了医治, 其实对这个病人做医治不是目的, 是什么呢, 结果是传福音, 让他们信神, 导长的父亲, 因为得了疾病, 因为热病, 得了医治, 我们可以看到后面这样的部分, 他们是个岛式土人, 我们现在为五千种族在祷告, 对吧, 是这是原居民, 原居民, 我们跟他们传福音, 因着医治, 通过传道者在现场要求享受的部分, 是得到了这样的医治的享受的内容, 保罗遇到了岛长不百留的父亲, 给他做了医治, 医治不是目的, 因为这个医治能够在这个现场去传福音, 这是目的, 非常清楚的就是什么呢, 各位, 《行传》三章里面, 有出生就是瘸腿的人, 但是彼得说, 金跟银我都没有, 我要把我的给你奉拿下乐人, 耶稣的这个名起来行走吧, 因为这个医治, 这个瘸腿的人开始赞美神, 欢欣跳跃, 这是目的, 让他能够在神面前去礼拜, 去赞美, 医治不是目的, 让他得救是目的, 因为这一点让他能够在神的面前去赞美, 这是我们医治最后的目的, 如此看来的话, 医治能够成为最大的河场, 我们为此去祷告的是什么呢, 就是你们要去为你们的传道对象去祷告, 将来就是, 之后的时间里面, 我会拿着这个部分跟大家不断地去传达, 就是你们把你们的传道对象呢, 我们一起去祷告, 你们把这个名单上传也好, 或者怎么样也好, 我们不是嘴巴上说一说传道, 而是具体性地拿着医治这样的部分去传道, 通过医治, 神一定会打开大的传道之门, 所以我们要去祷告的部分就是, 为我们的传道对象去祷告, 而且教会当中能够去做正确的医治, 要打造真的医治团队, 愿我们教会能够打造这样的医治团队, 为此而去祷告, 某一方面来说, 对于我们而言, 我们持续享受神的恩典蒙这个医治的话, 我们首先从圣上为底神的能力开始, 拿着这一事实, 要知道领导我们的是宝座的能力, 当这些实际领导的时候, 在这里面能够兴起的是什么呢? 宝座的能力, 宝座的背景领导, 这个时候是什么? 就是医治, 为教会能够兴起医治的团队去祷告, 让他们能够去形成这样的团队, 唯独福音, 唯独话语去做医治, 愿各位去祷告, 形成这样的医治团队, 神为了医治将来这个疾病的时代, 神一定会寻许我们教会能够去做医治的团队, 无论是谁, 其实都可以做, 不是某个特别的人才能够做, 而是谁都可以做, 正硬如此呢? 各位拿着这样的部分, 正确地如果知道, 圣上未体神的能力, 宝座的能力, 医治这样的部分实际知道的话, 你们就无论谁都能够去做医治, 在这样的时代, 愿我们所有的人属于这个教会的一线圣徒, 真的用主名祝愿各位能够成为, 医治世界的真传道者。 多一样的事物, 我感谢你, 下面很多事物, 平心来看看 超高中的医治者, 各线组楼,